泰国全国大选将在今年5日14号登场 各阵营的候选人从星期一开始 现身曼谷体育馆登记参选 本届大选未打先热 其中首相一直更迎来四角战 寻求连任的泰国看守首相巴玉 本次以新政党泰国统一党出战大选 他在登记参选时表示 泰国需要一位经验丰富的领导人 而巴玉的强敌 继前首相塔辛的小女儿佩通坎 也在支持者的拥护下到场登记参选 根据民调 以佩通坦为首的围泰党 在本届大选来势汹汹 成为支持率最高的政党 因为我们说 另一位值得关注的首相人选 正是前进党的商人和政治新星皮塔 在最新出炉的民调中 皮塔首次领先佩通坦 成为泰国人气最高的首相人选 而军方支持的执政党公民力量党 则派出原任副首相巴玉竞选首相职位 他们将在为期约一个月的竞选期中 争取泰国民众的支持 根据泰国选举法 选民将在大选中选出500席众议员 他们将与军方任命的257参议员 在7月共同选出新任首相 这个制度让军方在首相投标上 占据极大优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